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并下载DJI Fly App 为了让您更轻松地掌握基础飞行技巧 本视频将介绍首次飞行的注意事项 下面将教您基本的飞行技巧 飞行前记得检查电池电量 将遥控器手柄展开 取出摇杆并安装 然后展开遥控器天线 遥控器左侧的转接线可以连接手机和遥控器 连接好后把手机夹在遥控器手柄上 接着依次张开飞行器机壁 取下云台保护罩 安装电池时把电池推入电池舱 大拇指顶住电池卡扣外壳中央 听到咔一声后确认安装牢固 短按在长按电源开关 分别开启遥控器和飞行器 将飞行器放置在水平地面上 注意把机尾朝向自己 手机运行DJI Fly 点击飞行界面上方状态栏 请在安全设置中 将返航高度数值调整为 高于周围最高建筑的高度 单击APP左侧图标后 长按弹窗中的起飞按钮 可以实现自动起飞 起飞后 APP左侧图标变为降落图标 如需手动起飞 以美国手为例 把遥控器上的两个摇杆 同时下拉到底 并向内或向外掰动 紧接着 左手向上轻推油门杆 在美国手模式下 遥控器左边的摇杆 用于控制飞行高度与朝向 右边摇杆控制飞行的前进 后退以及左右飞行 您可以点击APP页面右上角 进入操控设置菜单 修改摇杆模式 当飞行器飞远时 通过拍摄界面的地图 和飞行状态参数 能够看到当前飞行位置 和速度信息 右侧的相机功能按钮 可以选择进入 拍照 录像 以及一键短片模式 进行拍照 录像 以及查看回放 右下角的相机参数菜单 用来调节相机参数 您也可以通过 遥控器上的云台波轮 拍照 录像按键 在飞行时 进行云台抚养调节 和拍摄控制 单击APP左侧图标后 长按返航按钮 或长按遥控器 左上角返航键 飞行器就会执行 智能返航 飞行器当前高度 低于设置的返航高度时 飞行器先原地上升至返航高度 随后朝向返航点 直线返航 当前高度高于设置的 返航高度时 飞行器以当前高度 朝向返航点 直线返航 飞行器返航至返航点上空后 将自动降落至地面 并停降 您可以在APP长按降落 飞行器将自动原地降落 并停止电机 您也可以手动把油门杆 向下拉到最低 控制飞行器降落 降落后 请保持下拉油门杆 直至电机停止 关机后 需拔出电池时 手指轻轻抠起飞行器尾部的电池舱盖 食指和拇指 捏住电池上的凸起卡槽 并用食指把电池下方的卡扣往上按住 即可把电池拔出 再次飞行前 记得重新为电池充足电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